天才跳水冠军全红禅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 并且以新的成绩刷新了奥运会跳水项目的记录 14岁的全红禅在没有足够国际赛事经验的情况下 在东京奥运会上证明了自己 也证明了中国跳水运动员出生牛犊不怕虎的赶闯赶赢的精神 就在近日 全红禅再次获得新的荣誉 他被央视认可并受邀去参加虎年春晚节目 据相关消息称 有人在虎年春晚的排练现场看到了全红禅的身影 这样就意味着全红禅或将登上虎年春晚的舞台 有人对此表示疑问 在训练之余仍在上学的全红禅似乎没有过多的才艺 这样的重量级舞台会不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参演压力 不过全红禅登上虎年春晚的形式 多半是与众多奥运舰而一起亮相在舞台中央 天才少年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后获得了国内的关注 而他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佳境 也让人感到心疼 小小年纪能够参加奥运会赛事 已是很不容易 更何况全红禅还非常的懂事 在比赛结束后的心愿只是想去一寺动物园 单纯朴实的全红禅 在众多人眼中是一个充满着美好未来的孩子 在几天之后 全红禅就将登上春晚舞台 这将是他全新的荣誉 但是关于他的不利消息接踵而至 原本计划于今年举行的福岗游泳式竞赛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要顺延到2023年 这对全红禅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比赛的训练计划极为重要 一旦赛事的时间发生变动 运动员的训练计划将再次被打乱重来 再加上全红禅正式长身体的时候 身体的发育情况可能也会对比赛带来不利影响 希望这位跳水天才能够如同在东京报运会上 那般幸运 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